快篩 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 在快篩的部分 其实县展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同时也请陈立伟 这边向我们相关的疫情中心做反应 同时我们也请了我们国民党党团 这个江主席那边 借由协山的一个机会 希望说能够推动我们松山机场的快篩 但是的确 因为疫情中心那边认为说 这个可能强制快篩的部分 可能这个有相关的部分 就是说跟人权的部分可能有抵触 但是本期这边的想法就是说 反应如同作战 当作战的时候 其实跟人权应该作战 会比人权重要 那这只是比喻 那中央战争如果没有核定 当然我们站在我们地方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做强制快篩 刚刚会别议员 苏建议员就提到了 中央的部分政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刚刚提到说 除了预发议员所说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松山机场 做一个宣导的一个动作 当时现场的施政报告的时候 民养院也有提到 如果就请人 经费比较多 是不是我们做几个看法 宣导他来到美丽的马祖 希望经过快篩 保护你 保护我 第二个就是要有诱因 诱因的部分就刚刚所讲的 我想经常说的 我们马祖美酒美食美景 那如果去做一些宣导的部分 有酒产宣导的部分 第一个也帮我们酒产打广告 第二个我们也藉由这个柔信的 一个宣导 希望我们台湾的好朋友 来到马祖 我们有一个纪念品 当然是前提一定要在松山机场快篩 我才会把我们的神秘礼物送给你 我想这样去做 就是说可以操作在我们的 当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我们有在努力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几个议员提了 我也希望说 刚才县长其实也有回答过 那我也希望说会后县长 积极的去严理看看 这个可行性 也希望说能够尽快 甚至于如果来不及 其实我们这次做的 酒厂做的那个酒精 它的那个同岛因命 那个也很好 如果你来不及做 其实那个部分也是可以应急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 之前有很多的朋友 他就说你们的酒精 那个做得非常好 第一个也 其实当时我有跟县长建议 酒厂的部分 其实可以配合的反应的部分 可以第一个加会相亲 第二个又可以帮酒厂打广告 这叫一举两得 所以我也希望说县长针对 其实松山机场这个快筛的部分 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做的部分 也能够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作为 县长对于本期的这个建议 有没有什么看法 是 我想有关副议长对于松山机场 这个快筛的建议 包含早上的明洋议员 还有惠平议员 御发议员 还有苏建议员都有这样子的建议 可见这是所有乡亲 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 但是就是说现在最困难的就是 松山机场不是在我们的辖区 我们很多事情就是有在努力 但是没有办法达成 像刚刚姐讲的一个作刊 其实我们应该我们教育局 禅经局长也跟台北航空站 这个主任在那个后骨那边 就做一个看板 就提醒他要先去做快筛等等 这个部分我想都是很好的建议 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做到滴水部落 那我们继续会朝这方面来做 那目前我们统计 大概超过九成是在松山机场做 那少部分就是来到马祖座 那未来愿一个什么方式 再愿劝导或者奖励鼓励的人 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那关于后续的相关的因应的 一个策略部分 那到时候就请县长这边回去之后 看看你们来讨论怎么去做 快筛这东西中央没有运行规定 那台我们台北是规律 我们先证我们这边 那我们可以运行规定 那万一过几阵子 就是说松山快筛要撤出去的话 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说 的确中央对于这个机场码头的快筛 就采取就是志愿性质 但是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其实目前松山机场的筛检率大概是九成 但是码头的部分 因为台马轮台马之心 等于是我们县政务直接在经营 我们为了保护船员 以及保护我们船只航行的安全 避免像去年 这个公主邮轮号事件发生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 所有筛检阴性的乘客 包含船员阴性有才能上船 所以说在码头的部分 筛检是百分之百 而且如果是筛检有氧性的 我们是立即会送到 这个部立基隆医院 就是说我们在海上没有问题 现在终于要在空中这个区块 那空中这个要怎么办 就是你讲的没有运气 你现在才百分之九十 那他们不塞 你还能不能让他进来 不塞呢 今天来到南竿 我已经在松山我没有塞 我来到南竿 我不塞我可以进来吗 目前就是说 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违背 但是为了确保地方的安全 我们要自助人住 自助天住 所以说我们在 马祖的北干机场 包含我们南干机场 我们对于没有完成 松山机场快塞的部分 我们在这边 就会把它拦截进来 一定要确定 它筛检阴性以后 才会进入我们地区 现在你对于说 它不管怎么样 台湾不塞 你来马祖 我们也是也可以有资格 叫它硬塞就对了 不是有资格 就是法令上 它中央是不同意 但是我想 我们透过道德劝说 以及我们的一个柔性劝导 其实现在都百分之百 做到筛检 对 但是未来就是随着疫情的变化 政策会不会做调整 我想疫情的变化 主席继续文中一下 疫情的变化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如果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澎湖已经是放松了 那我们跟金人这边 现在我 我跟你讲一下 我的意思说 我们地蛮小 有一粒就完蛋 而且我们医疗 又是那么缺乏 那我想请问你 更倒霉的是哪一些人 更倒霉 我是跟你做同一班飞机的人 是 那他 你假如说 你这个人真的要去快塞 没事就大家都没事 整个飞机的人都没事 那你今天你不去快塞 万一说在我们南刚 已经验出来 你是属于亚新 那我们 同一个坐飞机的人怎么办 是的 是的 他 可以要求国陪吗 是 我想 还是说他要负责这些人 那个医疗会 或者说旅馆隔离会 是 这个 这是怎么会这样子 我真的不理解 对 因为你个人不像 所有72个人 71个人去塞的 你就是你一个人 中央没有规定 这是什么法令 是 那今天假如说 那个人确诊了 旁边等于跟着倒霉 是 是 那他没事 他自己 是 没有去筛检 那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是 这是 都没事 是的 所以说我非常认同 民养议员的这个想法跟论述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防疫事同作战 人人有责 每一个人都要这个责任感 跟着道德感 就是 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建立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都要为这个防疫尽一点心力 不是防疫只有给防疫人员 或者是给筛检单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的责任感 因为我们就不会 我们就想 我一定要筛检完 我才上飞机 当然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感 可是最后有的人他不要 是啊 那不要 我们要针对不要的人 假如说每一个人都筛检 那就没有关系 开放公关机 哪有大量开放机 也没有关系 那有的人他不筛检 你怎么办 是 就一个破洞就怎么办 然后来这边 不过你假如万一发生事情 他已经 你怎么做 是给他送出去呢 还是送到隔离密码去呢 是 这个我们政府 不管是我们自己要想个办法应对啊 还是说 持人机他自己再花十九万包出去 这应该我们也可以规定一些淡数啊 你不怪他 我也可以 说难听 我们也可以不满进来啊 要不然你这发生事情怎么办 算谁的 你最主要你问他发生事情 算谁的就好了 是 我说我最外面的话 我认为还是应该也要研究一个方法出来 毕竟你不能因为你个人 认为说 我不想快审 然后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是的 对不对 现场我希望这个 这件事情啊 我希望你真的促进 再好好跟县武团队一起做个研究一下 是 怎么样这样不违法之下 是 秘书团队这些法令的话不要懂 是 应该是也可以 可以用个解决方式出来 就是这个法令上 其实我们研究很久了 我们也做强制的公告 但是我们公告已经被中央撤销了 已经没有销了 所以说 就是说在处分上啊 是没有反应 但是在做法上 我们还是要做到滴水不落 只是说我们这样子要付出 更多的成本能力跟物力啊 这个是 其实是不值得的 如果大家愿意配合 或者说中央在台北那边 确定做强制筛销 我们当然是很欢迎 台湾人来这边工作观光都好 是的 可是 假如说真的 我已经讲到我们这边老百姓 生命的健康的时候 是的 我们必须也应该有所调试一下 是的 好不好 这方面的话你会后你自己 是的 我们再来努力 是的 谢谢 谢谢民安议员 张愿宁发言 领公家薪水的公务人员以外 家庭的生计都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很担心 客人8月9号以后 应该再降级的机会是更高的 立农的班次也会增加的 来马祖的客人势必也增加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既又要兼顾到生计 我们也还是很重视 我们居民 我们县民的一个安全 因此 才会所有议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我想县长应该也是 也是希望把病毒取决于境外 你最好在松山 在台中在哪里就检验完毕 你才能够比较安全的进来 所以如果说有这个动作 我们还是 应该是还是真的是要落实 那落实这个情况之下 结合金门 澎湖等三个县市 自己来做 我不晓得县长知不知道 像现在这样一个来做 要花多少钱 应该要有点清楚知道 要花多少钱 我们才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量 那另外就是早上提到 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快山 不能够强制开阀 那是不是能够就采用 另外一种形式呢 我们提高诱因嘛 马祖有的是什么 马祖我们的特产就是酒啊 像前几年我不晓得说 县长记不记得 前几年 淡季行销 秋冬行销有去 有去举光 那个小酒 很多人就很喜欢 看到那个小酒 我还听说有人特地 就是要搭去 搭去就是为了拿那瓶酒 像这样子 今年疫情的关系 我看焦旅局也没办活动 残发处你有办活动吗 很多地方都没有 都没有办一些宣导啊 或者是哪一些活动 那相关的经费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腾出来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好增加诱因的方式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马九 也有一个行销的机会 本席不要求 我也没有听到 接到业者说 希望我们连江县政府 弄什么纾困 什么振兴 你不用 你只要帮我们把人 安全的倚进来就好了 剩下赚钱的事情 业者自己来 但是至于客人 能不能够安全的来 这个是我们县民 跟我们业者 没有办法承担的 那这个就必须政府来承担 那关于这部分的建议 县长您怎么看 刚刚卉民员提到了 就是透过鼓励的方式 就是让游客 能够做全面的筛检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 很好的策略 我想我们会研译 看看是否愿这样子的方式 来增加做筛检的诱因 我觉得我们会来研究 看看有什么方式 我担心你们的效率 会不会太慢 那以我知道的部分 我知道旅游公会 他应该已经有跟酒厂 因为我不晓得说 你现在临时接受本席的 这个建议 如果去做酒的时间点 来不来得及赶得上 我们这一段时间是 感觉是比较紧绷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维持在松山机场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他现在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我又怕政府的采购啊等等 限制太多了 那所以以我知道的这个资讯 提供给县长参考一下 我所知道旅行工会 他本来有定在 定在淡季 11月份以后 有个村里长的联谊会 那他本身有跟酒厂定了 定了三瓶 那个其实也很漂亮 我今天没有接上电脑 三瓶一瓶100ml 然后礼盒 Q版的妈祖 我觉得相当的不错 那在如果说县长同意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能够我一起马九 还是谁找那个理事长来沟通 看看马九的这个一个状况 他的量 我知道的是两千盒啦 但是应该会更多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效率上的安排来讲 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比较及时 不会说政府的作业再去采购再去干嘛 然后就耽误了这一段旗程 我想这应该是一加一的一个好事啦 这经费我想今年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都也是在观光嘛 也在产业嘛 这个应该是可以明知的过来啦 那这部分县长您怎么看 的确那个旅行社工会杨理事长 也跟我讨论到今年的一个鼓励措施 那刚刚惠平委员提到的这种鼓励 我是觉得说的确如果政府去做 我刚刚思考了就是时间上我们来得及来不及 如果旅行工会有这样做是不是我们政府跟旅行工会合作 我们也赞助他然后让这件事情提早来做 时间上怎么样做我想我们会后就赶快去跟旅行工这来合作 希望说是不是提前 然后让有筛检的有阴性证明的进入地区的 我们就早一点给他奖励这也是一种好的方法 对啊在松山塞 塞完来马祖机场就可以领走了 这应该就但是你要在那边塞哦 来这边塞不给你 是是 才能够咀嚼于境外 是是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猜想松山机场民航局那部分 所谓的县长常常在讲不操之在我的 的那个状况嘛 他如果不同意不这样办的时候 那关于很多议员都建议说我们自己来办的这样一个策略 我们有没有评估过可行性预算经费 到底问题在哪里 不可能说都没有去思考过吧 钱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政府施政预算一定很重要 有没有去考量过自己自办的话要花多少钱 是什么东西自办 在台湾如果说民航局他撤了 他的快筛撤了 我们自己来的话 目前就是说 我其实就是如果松山机场撤的话 他基本上他一定疫情是可以控制 没有潜在的一个传播链 但是如果有潜在 但是现在说清零是不可能 短时间清零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您认为他不会撤吗 我最好他不撤啊 我是觉得说 如果疫情没有非常有把握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撤 因为我们也一直跟中央疫情跟跟指挥中心跟民航局沟通 那如果撤的状况大概表示大家可以安心 包含金门澎湖大概我们都会撤 基本上我们目前是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了 就是在没有安全无余的状况下我想我们是不会撤 县长您说话是有一些专业背景的 所以您又公共行政公共卫生的这个硕士 如果您认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我们松山机场 他要把这个快塞站撤掉了之后 我们地区的居民就可以安心了吗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撤掉 说基本上我们是觉得说从专业的角度是安全的 如果说还不是安全的 那我们在地方一定还会再塞 我们真的很希望如同县长讲的松山如果撤的话 我们是可以放心客人进来的 我也很希望说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另外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因为 我们地区应该到八九月之后 施打二剂的这个涵盖率应该也挺不错的 那到时候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抵抗力 应该都也会提升起来所谓群体免疫的效果 那也很希望是不是 我觉得基本上是沟通到说在九月 比方说在九月之前 让我们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的时候 客人再进来 这样吧这以上是我的一个建议 谢谢县长 县长请坐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陈宾议员请发言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